好 4月21号 金晓晓现身北京朝阳区的法院双桥法庭 出席自己名誉维权案的开庭 而被告则是一家电视台 经过法庭主持 双方成功调解了 被告同意向金晓晓赔偿和道歉 4月21号上午 金晓晓匆匆匆法院双桥法庭 参加她名誉维权案的开庭 金晓晓一方以侵犯名誉权 原来被告江苏广播电视台告上法庭 原来被告江苏广播电视台新闻对对碰栏目 2014年8月7号播出的名为 金晓晓昔日丑闻大起底的娱乐新闻中 先后用了金晓晓小三上尉差点拎沟翻船 勾引张国立被邓杰抓奸在床 金爸爸漏嘴说出金晓晓丑事等小标题 捏造了金晓晓和丈夫于东的很多负面新闻 该报道上当时新婚正在庆祝女儿周岁的金晓晓十分愤怒 特别是金晓晓的母亲看到报道后一病不解 心疼妈妈的金晓晓决定亲自出席开庭以表重视 因为我妈妈看到这个新闻被欺病了 对 经过庭审金晓晓和律师一行向记者们宣布了结果 双方在法庭主持下调解成功 是这样针对于本案我们在要求赔偿的同时 一并要求对方进行赔礼道歉 上午的案子咱们是以调解方式结案的 记者了解到能调解成功的前提是被告需要向金晓晓赔偿 并在主流媒体上公开赔礼道歉 已经对方道歉了 娱乐新年地北京采访报道 脑 Whose政治力 they need 吸引给他们的微距离 és 这